长木花园也叫杜邦花园 距离费城大约40分钟的车程 被称为全美最美的私家花园之一 有100多年的历史 这里曾是杜邦家族的私家花园 现由杜邦家族基金会管理和维护 长木花园与杜邦公司的渊源 要追溯近100年前 1798年起 在地主皮埃尔兄弟的刻意搜集下 从最开始小小的植物园里 栽种了许多珍贵的树木 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公园 花园占地1077英亩 分为室内花园和室外花园 园内有一万多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从热带雨林植物 到沙漠耐旱植物 再到参天桥木 应有尽有 花园平时除了有观光用途以外 还有很宝贵的教育价值 长木花园的整体设计 完美融合了意大利园林 和法式园林的浪漫特点 充分运用了对称和轴线设计的原理 特别是main fountain garden的设计 像是一个迷你的法国凡尔赛宫花园 一走进长木花园就犹如来到了欧洲 随处可见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喷泉和修剪工整的树木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欧洲皇家的后花园 Main fountain garden往里面走 是一栋非常具历史的玻璃温室 温室全部的窗户都是用纯铜铸铸就的 为的就是在常年潮湿的环境里可以不腐蚀 温室一年四季都有主题 春天是兰花 夏天是荷花 秋天是菊花 冬天是梅花 室内鲜花争宴 这是我见过的最豪华的温室 温室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名贵花木 宛如热带雨林 一百多种色彩缤纷的昼夜盛开的耐寒和热带睡帘 精致如艺术品的日本盆栽 优雅的音乐喷泉 以及各种各样百看不厌的稀奇植物 春夏秋冬都有值得看的景色 长木花园最大的特点 是可以在温室举办音乐会 游客可以在花团锦簇和花香扑鼻 中欣赏高雅音乐 真可谓是极致的享受 渡邦别墅 当年渡邦家人生活的地方 现在别墅里面可以参观 虽然生活摆设不多 以展览为主 但穿梭其间 仍能感受到这个家族当年的生活气息 虽然不很奢华 但温馨舒适 长木花园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建在树上的小木屋 游客可以爬到屋顶 近距离观看落在树梢上的小鸟 小屋虽小 但精美别致 完全由木料搭建而成 像童话世界一般 温室对面的喷泉广场 是长木花园最宏大壮观的景色之一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喷泉表演 喷泉广场对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园林区域 钟楼和瀑布 是使用主喷泉花园建造期间多粗的土和石头建造的 人造瀑布的水 来自水之眼下的水库 直到1956年 这座塔内还装有25个管状钟 可以用穿孔直卷演奏旋律 这座塔内还装有4个管状态 有一个意大利喷泉花园 皮埃尔杜邦先生对流水与喷泉情有独钟 这份情怀在意大利喷泉花园的设计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绿树扎阴 风草漆漆 六个大池与十二个小池 喷珠土域 交织成大大小小的圆湖水帘 如烟似雾 而喷泉之侧的水梯 流水从从而下 点染出活泼欢快的氛围 长木花园的户外花园特色还包括 花园大道 森林 山坡花园 大小湖泊 树屋 橡树 小丘 牡丹园 玫瑰亭 和寺院花园等等 长木花园散发着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 工整美丽 庸容大气 底蕴十足 但细品也不失小家碧玉的活泼和俏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订阅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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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与分享